自挂动弹枝这种治疗的方式 我们刚才说 是一个风险极高的这种方式 它只是个专利 不算治疗方案 所以大家可能知道 专业人士是不推荐的 因为有朋友就想了 既然正着挂 自挂动弹枝不行 倒着呢 这不用脖子使劲了 我就倒着来脚腿使劲 以前我在公园 也真看着过这种 360度在蛋杠上这么回旋 我就想着这也太吓人了 你说万一脱手摔入去了 或者是你说把胳膊缠着 脱臼了啥啥整的 另外你说 这个是它用脚做指点 万一说是脚的那个装备 没整好滑去的 以前我在公园里 看这种360度蛋杠回旋这种的 在体育频道也看到过 那个挺吓人 这回呢这个更新方断 倒着挂 用脚做指点这种 倒挂蛋杠到底适不适合练 用脚挂蛋杠 首先这个难度就比较大 我们是不推荐的 第一呢就是老年人的身体状态 股关节状态 肌肉状态 它未定能够达到这个标准要求 在做这个动作的功能中 很可能出现危险 第二呢就是倒挂蛋杠进行旋转 其实也达不到多少锻炼的目的 对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 你无非是锻炼了什么呢 腰部的肌肉 以及身体的柔韧性和造物 它锻炼性一方面 对不对 但是它的害处是非常大的 首先我们想啊 你倒挂的时候 头是整个身体的最低变 可能会造成头部里边的 这个血容量增多 血压升高 那么我们老年的时候 脆性还不好 所以说你倒挂训练的时候 很容易引起脑部的血管的破裂 就是出现危险 那这种倒挂肯定是不行的 那如果说我要是用手扶着那个蛋杠 我正着转 就是也是像体育节目 也是那种 这就可以起到锻炼的作用 用手扶着蛋杠吧 它在安全性方面 相对来说要比我们倒挂安全的多 但是呢 用手扶着呢 它仅仅锻锻炼的是我们上臂的肌肉 对 和胸背部的肌肉 其实对于我们整体的身体状况来说呢 它的这个锻炼的这个目的呢 也不一定非常好 并且呢 它对这个身体的速度要求也很高 所以呢 其实我并不推荐 但是我们可以做做什么呢 用手抓着蛋杠 做个引体向上 做个这种轻柔的缓慢的 抗阻力的这种 有耐力的动作 有一定的好 感谢观看